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修图时间太长的话呢 手腕和胳膊的这个位置就会觉得特别的酸痛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案 那就是使用控制器和手写板辅助修图 聊聊他们在摄影后期中搭配Lightroom的使用心得 控制器和手写板这两个设备在没用过的时候 觉得是鸡肋,可有可无 但用过之后呢,就再也离不开他们了 在拥有这两个设备之前呀 我的内心其实对购买这类产品呢也是抗拒的 因为他们真心不便宜 Tourbox控制器价格呢在169美金 人民币1200元左右 Wacom的手写板249美金 这两个设备加在一起的钱呢都能买个镜头了 那么花这么多钱 他们对摄影后期的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控制器的作用是用来代替键盘的 我这个呢是Tourbox,别看它体型非常的小巧 拿在手里边呢还挺有分量的 和我的XT3相机差不多重了 放在桌子上操作的时候呢 不会很容易的被移动 它呢可以把那些记不住的复杂快捷键 集成在控制器表面的这些按键上 在软件控制中心里边呢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设置这些按键 但是说实话呢我是比较懒的人 设置快捷键什么的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 我用什么呢基本上都是默认快捷键 但是好在啊这个控制器居然有预设 我呢在官网上下载了Light Home的按键预设 装好了就能直接用了特别的贴心 我最喜欢的按键呢就是这个旋转钮和下边的这个拨盘 有了这两个呢绝对可以瞬间释放右手 从此呢再也不用按下鼠标费劲的拖动参数了 按下功能键再旋转这个按钮呢 就可以调整参数 例如我使用的预设里边 把基本面板中的功能全都绑定到了这些按键上 下边这个十字按键呢 很像是游戏机手柄的方向键 它不仅可以操作四个方向 按下最上面的这个按键呢 就会出现四个全新的选项 相当于在这可以绑定八个功能的快捷键 至于这个转盘呢 即使不按下任何的功能快捷键 只要把鼠标移动到参数上 转动这个拨盘就可以进行调整了 超级方便 瞬间有一种当上了DJ的感觉 滚轮绑定了HSL颜色工具 只需要滚几下然后呢扭几下就可以调整颜色了 是不是很方便 其实Tourbox控制器呢不仅可以完美的支持Lightroom 还可以在Photoshop Final Cut Pro Premier 达芬奇等等图片和视频处理软件当中进行使用 都有预设可以下载 但是似乎呢对Luminar不太好用 我呢还得再研究一下 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呢是基于快捷键设置 Luminar几乎用不上快捷键 所以啊理论上只要是你所使用的软件有快捷键 就可以在Tourbox上进行绑定设置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有了控制器基本上就解放了键盘 如果有了手写版的话呢鼠标就可以完全不用了 我呢使用的是Vacom手写版 小号的就挺大的了 摄影后期对手写版的硬件要求呢其实并不高 什么压杆笔触那些插画用的功能 对于摄影后期来说其实都无所谓 所以呢买哪个型号都可以 用手写版呢主要就是用它来缓解手腕的压力 因为从此呢就会像画画一样握着笔去修图了 它和鼠标呢在使用上最大的区别 除了握感上还有呢就是在Photoshop当中的笔触面积 鼠标的画笔按下去范围呢会特别的大 但是手写版就不一样了 它会根据笔触的压感来识别 所以在后期特别细小的范围时 手写版呢就可以做到更精细的调整 就算是普通的移动位置呢 也会觉得整体的操作感上比鼠标要上了一个凳次 这两个设备虽然不能瞬间提升后期的水平 但是在效率和舒适度上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 特别适合经常需要后期大量照片的小伙伴 旅行照片每天的日产量在300张左右 假设旅行10天最少产出2500张照片 这修起来呢可就累了 再例如活动或者是婚礼摄影师 一天的照片少说也得2000多张 人像摄影呢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 因为用笔修脸和鼠标它的效果真的不一样 就好比化妆的时候用刷子总比粉扑要好用 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化妆呀 这两个设备呢体型不是很大 我呢也会出去带它们一起工作 Wacom的手写板它是有无线模块的 也可以连线操作和充电 Tourbox控制器呢需要连接线才可以使用 所以这两个设备一起使用的话呀 需要占用两个USB接口 笔记本使用的话呢就要计算一下了 其实控制器和手写板呢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 虽然它们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但是在整个摄影设备大行业里边呢 它们还没有被普及 真正使用过控制器和手写板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也很少被提到 也许控制器和手写板不是你在玩摄影 最开始就会购买的设备 但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想提高后期修图的效率和舒适度的话 控制器和手写板呢就是必备的装备了 购买这两个设备其实有个好处 那就是它们的更新速度很慢 虽然价格呢听起来有点贵 但是买一个基本上可以用上好几年 这个呢也是我买过的第二个手写板 第一个大概用了十年 最后还是因为电脑系统不再支持了 去年呢才被迫换了新的 我呢也没买最新款的 所以在价格上呢其实便宜了不少 这就是像我说的摄影后期对手写板的硬件需求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控制器和手写板的问题 可以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Tourbox团队 对我这样一个小博主的支持 在疫情期间大老远的从国内给我发来了这个小家伙 还给我系了很多口罩 特别的有爱心 现在呢我已经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基本上呢都是搭配Light Home使用的 偶尔呢也会在Photoshop里边用一下 操作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流畅 一开始虽然有点不习惯 但是很快就适应了 因为毕竟呢它还是会比鼠标操作要方便多了 平时放在桌子上呢时不时还可以盘盘它 手感呢还挺解压的 真心感谢有这样用心的产品被研发出来 简化和方便摄影后期的工作流程 这样呢我就可以留出时间去旅行 欣赏美丽的风景了 省下的时间吃个火锅也可以呀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在这里呢会分享旅行摄影技巧和后期的修处教程 偶尔呢也会分享一下设备的使用心得 咱们回见了您来 我叫你对ř护击爸妈 near Anda 都怪我 这个色彩力 Fortune 人生前又再吸引了总ех 我们今天到移 nat你 像 Jobs 粉举 我 我 有